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也带着这游戏的演示跑完车 开局也是一个超级起步 现在呢,是被这个不断的这个创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创到这个墙角 但是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这位置呢,也是通过第一个玩道 也是暂时的去拉开了一点距离 但是也是有很多人这个跑得比我稍微快一些 因为我的氮气其实已经用掉了 但是他们没有利用氮气 就已经跑到差不多的一个位置上 现在呢,其实我也是第三名 但是第三名不是特别稳啊 然后也是变成了第四 基本上这把我估计 从这几个人的一个车和一个操作水平上来看 其实我等级不会特别搞 而且这个地图呢,我没有跑过特别多次 所以说,这个 我对于这个地图的一个了解程度呢 可能是没有这几个人搞 这个位置比较危险啊 它会有一个空打 就是四周是没有这个拦截的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个人在玩这个地图的一个推荐的 就是如果说你实在是自己适应不了 你就宁愿是靠着想走创墙 也不要掉下去 因为掉下去浪费的一个时间 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然后现在呢,依然是选择去进行一个 比较极限的一个冲刺 刚才那个位置差点创墙 如果说刚才那个位置差点创 如果说创墙的话 基本上就是崩爬了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拉不进和第一的这个距离 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去挣扎 但是后边的人也是上来比较快 然后也是依然选择利用一个大文道 然后再一次拐一个单气 但是这几波的一个漂移拐的弯道比较大 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 但是没有任何管想 这个位置也是再一次这个后屁股创到墙了 后边也是再次有人追上来 我也是再次滑到了这个第四名 但是后边这个第五 我估计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出现失误了 我应该就直接掉到第五去了 然后这个人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明明是在之前那个口掉下去的 既然这个回来时候比我名字还高 我这个有点没太完明白 但是第一已经跑得基本上快没有影了 这个位置一定要加速 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依然是 就是依然不要以这个第几名为目的 依然是以这个结束比赛为目的 那这时候呢 是直接第三名结束了本局比赛 这不是确实是啊 这个在前几期的这个实物其实很正常 因为我这个地图跑的不是特别多 我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 既然有人说这个 出现了这个地图地影 就掉下去之后呢 既然回来的比我这个名字高 确实给我长得有点愣啊 这个地图啊 这个好像跑过几次 但是最近抽到地图 次数据跑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也是再一次利用这个喷射 然后得到了这个前方的一个位置 然后也是上一把第三名 这一把看看能不能超越一下 前面这两个人跑得非常快 但是由于这个频道比较多 所以说自能加速情况比较多 然后导致氮气攒的比较多 然后我也是再一次选择双手点击这个屏幕 然后不断去凑数这个小喷 这个位置呢 也是再一次啊 这个一个小的漂移去拐到这个正式赛道 前方这个人跑的依然是比较快 我从比较内侧的一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潮的 这个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完了 这个位置确实失误了 导致之前咋了很多 这个氮气也是直接消失了 因为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失误比较严重 然后我刚开始的一个想法呢 是能比较完美的去度过前方的一个位置 现在这个人啊 这个导致我比较闹心 然后这个也是再一次滑到了这个第三名 第一名跑得非常的快 现在的目的上呢 是超越第二啊 然后也是把这个第一夺回来 但是呢 其实比较费劲了 然后也是再一次选择 哎 等会完了 创造了 现在呢 也是一眼去选择去进行一波直线的一个加速 但是呢 这个附近的人 其实年五年的比较紧 然后这个第三名也是紧随其后 但是第一名距离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 这波出现了一波失误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位置再次 使用这个氮气 拉开自己的一个身位 然后也是再次滑弯 这个位置就有点闹起了 因为前方这个人 其实距离我的一个距离 是比较远的 然后追上去比较费劲 但是呢 也是有点机会 因为比赛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位置差一点出现了这个失误 但是也是及时挽回了 但是你这个弯道拐的比较多 然后导致自己比较闹起 然后也是再一次 看看能不能去赶在他前头 但是已经是晚了 这确实是赶不到了 这个稍微有点可惜吧 也是第四名 甚至还不如上一把了 这个越回越回旋 说的就是我嘛 这个听到没啊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在游戏的 也是泡汉的事 如果您喜欢这游戏 请观众们收获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